你知道你平常在使用的帳號和密碼登錄 在未來都這樣有可能會消失嗎? 在新的網路時代 人人都有機會在網路賺到錢 今天ChenChen將要與大家分享 科技的前沿 WEB 3.0到底是什麼? 它又將入何在我們的新網路時代運作呢? 就讓我們一探究竟吧! Let's go! HELLO 大家好,我是ChenChen 今天想要與大家分享WEB 3.0這個新名詞 最近發布的影片都是蠻科技前沿的東西 所以如果你還沒有踏進這個新時代網路的人呢 ChenChen建議你先到其他支影片去做給觀看 像是提到的元宇宙、虛擬貨幣、人工智慧等等 那你再回來看這一步呢 這樣會比較容易理解 OK,那既然講到WEB 3.0呢 想必它一定有WEB 1.0、2.0 所以呢,我們就回溯到以前的階段 我們就先從網路時代的變革開始講起喔! 在西元1969年到1995年時呢 美國UCLA的網際網路之父 也就是劉娜·克蘭洛克 他有一次在學校的這個實驗室裡面呢 他把兩台電腦透過有線的方式呢 把它連接起來 第一次試聯的成功 兩台電腦可以互相溝通傳輸 也就造就了網路這個詞喔! 那經過一些時間的演變呢 就出現了電話波接網路喔! 但是大家也知道電話波接網路 就是會佔用你的電話喔! 它的頻快呢也是有限的 速度非常慢 基本上透過文字的傳輸交換 作為主要呈現的方式喔! 在西元2000年的時候呢 正式從網路的變革轉變到web1.0 也正式告別了網路波接的時代 影響寬頻網路的階段 在這時候網路慢慢的興起喔! 像是MSN、即時通、奇摩家族啊 這些都是這個時代下的產物喔! 那在這個階段呢 基本上大家都各自經營自己的網站 可以說是各自為王 資料也互不上分享 成轟動一時的blogger 像是無名小站 可以說是當時最輝煌的時期喔! 在這個階段 圖片和照片 可以說是主要呈現的方式喔! 在西元2007年之時 當時由賈博士發表了 第一款iPhone的智慧型手機 席捲的全球 在這時候呢 也算是正式進入了web2.0的進行 因為智慧型手機的崛起啊! 網路使用者呢 直接給它暴增喔! 因為基本上 人人一台手機 那有手機就會有 網路可以使用 所以呢 也增加了大家使用 網路的時間啊! 時不時就拿起手機起來看 那也因為這樣 而導致網路社群的崛起 像是Google啊! Facebook! 推特! 也就有陸續的出現了 在這個階段呢 幾乎人人都有一張 網路的身份證了 為什麼全員為什麼說呢? 因為基本上 大家都把自己的資料呢 放到網路上面去 像是最經典的案子 Facebook 大家又很流行 把自己真實的名字呢 放在Facebook上面 所以呢 Facebook上面 又找人是相當方便的 大家應該也很常看到 進去某個網站 想要買東西的時候呢 都會有這個 一鍵註冊的功能 比如說像是用這個 Facebook註冊 用Line註冊 或者是用Google 登入等等的方式 因為呢 這些大流量的社群平台啊 它掌握了你的個人資料 所以你到其他網站去的時候呢 他們就可以直接跟這個 大型的平台合作 變相的呢 一樣拿得到我們的個人資料 那之後像是短營的誕生呢 更是把Web 2.0呢 帶向了高峰 在這個階段呢 影片直播 可以說是主要的呈現方式 西元2021年 沒錯就是此時此刻 在前陣子由Meta正式宣告 元宇宙的到來 把大家領進了Web 3.0的時代 在這個時期 也剛好出現了 軟體技術硬體整合 一個甜蜜點 如今我們已經擁有了高速的網路 強大的運算晶片 還有AI人工智能模型 這些資源呢 作為我們Web 3.0的後盾 再過些陣子 或許在使用網路上的一些服務 再也都不用申辦帳號和密碼 你只需要一個區塊鏈的錢包 就能夠代表你在網路裡的身份 而且還能進行交易 重點是這些歷程呢 都會記錄在區塊鏈的步子上 誰也無法篡改標準的 去中性化 講到這個去中性化 在Web 3.0非常的重要 因為剛剛在2.0的時候 其實就已經有提到 大家已經習慣把資料放在網路上 所以導致呢 這些大型的社群平台 它擁有你太多的個人隱私了 相信大家應該很不喜歡 這樣的事情發生 所以呢在Web 3.0 去中性化 這將會是一個重點 說到這邊 大家可以再仔細想想 現在是不是有很多廠商 在網路上投放廣告 其實呢這些廣告費呢 都是繳交給大型的社群平台 進行廣告投放的謀合 因為這些平台非常的了解你 所以它可以把適當的廣告投給你 像是YouTube 像是Facebook 但在未來因為Web 3.0去掉了中心 去掉了這些大型的平台 業主投的廣告費呢 很有可能就會直接 變成廣告業主 和參訪者之間的行為模式了 這個意思就是說呢 你只要來逛我的網站 你就能得到參訪的收入 相反的參訪者如果覺得 業主的網站做得不錯 想要進行打賞 也能用虛擬貨幣去打賞 兩者之間呢 少了這個中間平台的抽成分潤 並能把這些多出來的利潤呢 分回去給廣告業主和參訪者 這個就是Web 3.0去中心化的一個概念 但是一定有人有一些疑問 欸 圈圈 那既然去了這個中心 那這些平台不多的話 收一收回家吃自己了嘛 當然這些平台也不是傻瓜喔 因為他們很有可能會發行 自己平台的虛擬貨幣 讓這個商業模式呢 運行在他們的虛擬鏈之中 你是怎麼樣都躲不過這些平台的魔爪 噓 不小心把黑暗面講出來 但是其實這些也非常合理啊 這些大公司呢 基本上他就是要賺錢嘛 這樣才有幫你養他的員工 其實像之前出的這個Library 或者是近期磨刀霍霍的 這個很像橘色的獅子頭 BREV 瀏覽器啊 都是類似這樣的一個概念 我會把相關的資訊呢 放在下方的描述欄連結喔 想了解更多的朋友呢 可以去好好研究一番喔 還蠻有趣的 因為是一個很新穎的概念 然而在這個Web 3.0的階段啊 3D的沉浸式體驗 應該就是主要的呈現方式 OK 從這個網路Web 1.0 到這個3.0演化的階段看起來啊 大家一定可以發現 使用者使用網路的時間呢 一定是越來越長 而且一定都會近視 當然網路演變這麼快速啊 資訊安全呢 相對的也會越來越重要 或許未來都還有網路警察 發生糾紛時呢 你只要帶著你的錢包 這個網路警察掃一下 只能知道你在這個鏈上呢 發生什麼樣的大小事 好啦 扯太遠 說到這邊呢 不知道大家對Web 3.0 有沒有更深層的了解呢 下方留言 分享你對未來網路的看法吧 最後也非常開心 與大家一起參與 網路跨時代的一個共襄盛組 也讓我們為這個Web 3.0 期待一下吧 好啦 我想今天影片到這邊就結束囉 最後如果你覺得這部影片不錯的話 可以到下方點個喜歡 想持續關注我的頻道 記得按下你的訂閱按鈕 不過今天我們下部影片見囉 掰